那下面把这一章做一个小节 我们这一章一共是有三节内容 第一节借款费用概述 一个是借款费用的范围 那借款费用 涉及的借款付出代价利息 折衣价的摊销 还有辅助费用 那严格来讲应该是辅助费用摊销 但是我们谈说辅助费用是不是也得选上 因外币借款产生的汇率差弱 借款的范围 那有专门借款 有一般借款 专门借款是为这项目专门借助 那是这样一种说法 那不是为这项目专门借助一般借款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就是非常强调时间 一定是一年或一年以上 我们不再管具体资产 比如说存货的生产 你像房地产开发企业 开发商品房一年以上 那对于开发商品房 这部分取得借款照样可以自本化 但是说固定资产的建造 一年之内就完成的 为它取得借款也不能自本化 说这个问题 借款费用的确认 我们就说借款费用 到底应该是资本化还是费用化 那开始资本化之前的都是费用化 停止资本化之后的也是费用化 就是开始资本化 到停止资本化期间 如果中间有暂停资本化也要扣除 所以你要明确找到资本化期间 资本化期间才能谈到资本化的问题 不是资本化期间都费用化 那借款费用开始资本化的时点 资产支出已经发生 那这个资产支出已经发生 包括支付现金转移非现金资产 承担代息债务 如果不是承担代息债务的 资购的还不算数 承担代息债务形式 为什么算 因为它算一般借款 一般借款在算利息资本化金额时 要和资产支出相挂钩 那不算不行 但资购的没有这种 一般借款利息的问题 所以它就不算 那借款费用已经发生 什么时间取得的借款 这一天借款费用就算已经发生 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 或可销售状态的构建活动已经开始 那你真正开始猜算 比如你生产已经开始了 或者构建活动已经开始了 这是开始资本化 暂停资本化 发生非正常中断 中断时间连续超过三个月 我们明确的问题 非正常中断 所以什么是正常中断 什么是非正常中断 我们要清楚 考试也有过 题目呢就让你判断 属不属于非正常中断 这也不难 非正常中断 你管理方面出现了些什么问题 那比如说劳资纠纷 这个资金供应不及时了 没有办法生产了 那等等这一些非正常的都要清楚 连续超过三个月 不是非连续 就要暂停资本化 暂停资本化期间当然是非影化的 停止资本化 那当然就是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我们也有些条件 比如说 这一项资产已经完工了 发生的支出很少了 如果试生产能够生产出合格产品 但我们要关注分别建造分明完工 要是某一部分完成可以独立使用 那就可以停 这部分完工不能独立使用 必须在整体完工之后才能用 就别停 这是要注意的问题 那第三节呢 借款费用的计量 一个是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确定 我们是分专门借款一般借款 专门借款的计算比较简单 资本化期间都资本化 费用化期间都费用化 每个期间算资本化金额 费用化金额时 都是用这个期间的利息费用 那利息费用呢 应该是期出贪余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计算的 也就是说 用这个期间的利息费用 然后我们扣掉这个期间 没有动用专门借款取得收益 来进行计算 都是按照这样一种方式 那对于一般借款来说 要复杂一点 一般借款 我们游戏规则是 专门借款用完了 才是一般借款 所以应该要知道 在哪一个点上 真正的开始用的是一般借款 那一般借款可不是说 资本化期间都资本化 费用化期间都费用化 它费用化期间没问题 都是费用化 但是在资本化期间 也是有费用化的问题 因为没有用的部分就费用化 所以在进行处理时 它要算费用化金额 一定是属于 总数 一般借款利息减去 资本化金额 那资本化金额计算时 用资产支出加全平均数 乘以资本化率 资产支出加全平均数是说 把在一段期间 占用的一般借款 都折现到所计算期间的最开始 是那么一个理念 那当然如果说 以前期间 已经发生过 占用一般借款的情况 在本期期出 全额都要算作 它的资产支出 你不能说 只考虑我们本期 发生的资产支出数 算资产支出加全平均数的 以前的发生支出 那当然在本期期出 全都存在 我在讲课时 也明确这个问题 就跟盖楼似的 你前面支出建两层楼 又发生一个支出建第三层 那你说前两层没有吗 当然有在那占用 这是要明确这个问题 再有呢 对于一般借款 我们不要去管它的 就是 为动用一般借款 取得收益的事情 有没有是有的 但这一部分单独处理 比如说我直接都充财务费用 它不存在招说 占用一般借款 在资本化期间 都充资本化金额的事情 然后关于外币专门借款 汇率差额资本化金额的确定 那一定是外币专门借款 本金及利息汇率差额 那你是资本化 对于外币的不是专门借款的 汇率差额全都是费用化 这是有明确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了 我们教材上的一个例子 是跟外币结合的 也应该要熟练掌握 那特别是说 在资本化的期间 有一项应付利息的结算 那一定要清楚 因为我们外币 跟借款费用结合 也可以在大体里体现的 那涉及应付利息结算 被结算的应付利息 要用原来账上已有的汇率去充减 而你结算涉及的银行存款 是当天极其汇率 所以会出现差额 那这个差额应付利息比较特殊 在资本化期间 我们把它记住载进工程 等学到外币折算的一章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剩下的 应收应付账款也有结算的问题 那出现的差额全计当期损益的 所以这个还是要关注 好 这一章的内容就到这 谢谢大家